所以請各位練習完之後呢 把黑名單篩選這題打開來 那大家了解一下這一點 因為這題實際上也是某位同學問的問題 他說每天都要查什麼呢 黑名單 比如說像最近不是有上飛機不跟你上飛機 因為你是黑名單 連訂飯店 你黑名單也不給你訂 而且這個黑名單可能還不是 某一間飯店可能資料都還要互相share 這個人是OK 以後這個人你就把他擋下來 不要讓他訂 不然麻煩 或者上飛機也這樣好像有什麼 紀錄的話就會被擋下來 所以呢如果假設啦 那黑名單當然如果你要查詢的話 他有個黑名單清單 第一個 這個是某個同學提供的 黑名單 他說每天都要查這麼多 他只有他給我兩萬多個 我說你給我部分就好 你不要給我 他可能幾十萬筆都有可能 第二個他每天都要查查詢名單 他每天都至少要查個幾千筆 所以 我只有到一千筆斷開來 因為他好像提供給我多少筆 5000多筆吧 不過他每天 如果沒有更好的方法 他可能要查很累 他以前怎麼查的 我說你怎麼查呢 他就只知道用 尋找 尋找 Ctrl F 複製 到這邊 尋找 找到 你這樣子 怎麼做得完 對不對 所以 有沒有快點的話 有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們剛剛用的 Conif就可以了 那什麼 用Conif呢 其實如果你Conif 如果那個範圍 有沒有 Conif還記得 Range 去找 Range就是找黑名單 跟什麼比呢 跟這個比 如果有 找到就1 沒有找到就0 那不就把1的收集起來 黑名單就找出來了嗎 就可以下課了 就可以下班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如果希望 用Conif 然後把這做出來 可以再搭配一個 叫做資料裡面的 篩選 篩選的話就是可以把 找到的1 把它留下來 找不到的0 就把它隱藏起來 那你就把找到的東西複製 貼到查詢結果 就完工了 那可是問題是如果你每天都要做一樣的事情 最好你可以把它變成按鈕 按鈕的話呢 不過如果你要把這些全部寫下來 其實很麻煩 導播你用錄字句子也可以啦 這題其實用錄字句可能比較簡單一些 把你剛剛做的動作錄下來 然後變成一個按鈕按下去 然後再加上一個清除好了 那不就 所以如果我希望 待會看到的結果是兩個按鈕好了 一個按鈕是按下去 自動幫我把結果列出來 一個按鈕呢 可以在查詢結果地方 有一個像清除 然後呢 你如果前面資料 都有了 那我就直接按一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結果 撈到這邊來就好了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以後的話按一個按鈕 就事情就解決了 如果你老闆要跟你要一個資料 你按一下 Send給他就好了 他馬上可以收到 多好 馬上他覺得 你的效率實在是太好了 對不對 你其實他以為你做 不然你也不能太快給他 他會養成好細 你 你之前不是都很 快就給我資料了嗎 那當然了 你可以 至少啦 你有一個工具 可以提高效率 這裡面實際上 這個東西要能夠產生的話 我這個背後呢 可以有很多方法 不過最簡單的方法 錄製聚集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地方該怎麼做 這是當然 終極目標 你們來學這東西 當然最重要還是 學會 能夠活學活用 而且呢 能夠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這才是最大的目的 不然你學了半天之後 你的效率還是低落 那你學這課 其實就學的 其實好像就沒有 那個價值 基本上一定要記得 所以我一直 提醒各位 回去一定要 動手做 這很重要 而且要思考 這東西就是你的了 沒有人可以拿 拿了手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不同範圍黑名單 跟你要查的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什麼 利用我剛剛講的 油標放在B2 用什麼呢 插入一個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 COUNIF 其實就搞定了 COUNIF 裡面的話 會跟你要兩個資料 一個是RANCH 指的就是 你要找的那個範圍 所以一定是一個範圍 是什麼呢 就黑名單 那黑名單的話呢 記得 點選黑名單 一樣會跨工作表 在另外工作表 所以黑名單 冒號 那油標呢 再放在 A2 這個地方 不過你千萬不要傻傻的 一直往下拉 因為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你要拉到下面 可能要等非常久 還沒到 因為他資料 兩萬多筆 而且還有可能過頭 你一個不閃 所以呢 記得喔 這個方法不OK 那怎麼做 應該知道吧 你可以用什麼呢 Ctrl Shift向下 就搞定了 也就是你油標 怎麼樣 先放在你的 起始的位置 再來的話呢 再多一個黑名單 再來的話呢 油標放在那個 A2 油標放A2 接下來的話呢 Ctrl 是方向 Shift是選取 Ctrl Shift向下 這樣 這樣就搞定了 OK 而且其實 非常的愜意 事情就完成了 記得喔 就是 油標放A2 Ctrl Shift向下 它就會幫你把整個範圍 選起來 尤其你資料多的時候啦 OK 那 Criteria的話呢 再點擊 游標請你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 它會告訴你有沒有找到 如果有 它會告訴你是1 或者甚至是大於1啦 如果是沒有 那就0 理論上是沒有重複啦 就一定是一個 按確定 好 其他的話呢 因為我要找全部 所以可以什麼 向下填滿 不過因為這個範圍要固定 所以請你把這個範圍 按F4 我講過啦 不要標準是鎖列就好了 然後呢 打勾之後的話呢 再向下填滿 這個時候的話呢 如果有 就會是1 不是的話呢 那就是0 如果你要留下1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可以什麼 用資料裡面的 游標先放在 B1喔 或者A1喔 用篩選 然後有一個箭頭嘛 你把什麼呢 把1的留下來 按個確定 接下來 游標再放在A2 怎麼樣呢 把這個範圍之下 Ctrl-C不向下 就是我要的 Ctrl-C 就是複製 再切到查詢結果 把它貼到A1 完成了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要做一樣的事情 你可以利用錄制聚集 就可以完成我剛剛做的動作了 OK 不過呢這個地方 有一個 我覺得可以在 最後可以把篩選取消回來 它又恢復了 我是建議啊 如果像剛剛呢 你這個範圍很大 A2到一直最下面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定義成一個名稱 尤其是你的那個範圍 越大 的話 那 越適合 怎麼說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你要定義名稱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 A2 點下去 Ctrl-C不向下 在這上面呢 輸入 黑名單 三個字 Enter 這個範圍 就叫做黑名單 這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 如果你懶得打 那黑名單三個字的話 你可以把這三個字 這個 也一起選起來 Ctrl-C不向下 直接到公式裡面的 從選取範圍建立 你要告訴他說 你的名稱在哪裡 在 頂端列 按個確定 他一樣會幫你建立一個名稱 叫黑名單 下面就是他的範圍 所以你可以名稱管理員裡面看一下 黑名單 值的 就是這個範圍 那未來你要怎麼去操作 其實呢 很簡單 這個好處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用那個 康瑞茯 如果你加這個假設我重來 我 如果要選那個範圍的話 你Range就直接 記得 名稱可以用F3 他會 有點像資料庫 有點像關聯資料庫 關聯到那個 什麼呢 黑名單的 資料表 其實 在Excel裡面叫名稱 按個確定之後就OK了 等於就是黑名單 就是指剛剛那個範圍 這什麼時候好用喔 尤其是你資料範圍越多 的時候呢 我是建議就很適合 用這種方式 那 Criteria一樣選 這個 他會在這個名單裡面幫你找 其他都一樣 向下填滿 筛選的話我想 也是一樣請各位試一下筛選 然後把這個地方 1的部分留下來喔 然後 再把這個範圍 Ctrl Shift向下貼過去 那這個整個做完之後喔 待會呢 就練習什麼 錄製聚齊 啊聚齊需要兩個按鈕啦 我希望 旁邊有按鈕啦 不過那按鈕你可以修改 一個按鈕是 錄完之後 我希望把資料帶過來 一個是清除 就這樣子 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錄製的流程要特別注意喔 請你一定要從這邊開始 因為之前網友同學直接從這邊開始 奇怪他發現 怎麼錄都錄不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先試著把剛剛講的那個 用conif 篩選出 我們要的那個 就是 比對完之後是1的 把它留下來 所以conif 第二個是用 那個 Excel裡面的資料 資料裡面有個篩選 利用篩選的方法 把1的部分留下來 1的部分留下來 那有補充一個啦 就是那個 黑名單 那個範圍A2一直到 A的2萬多 你可以先定義一個名稱 以後按F3 他會幫你把那個範圍調出來 那這個方式的話 也蠻重要的喔 尤其是 我是建議如果你資料越多的話 越適合用這種方法 帶資料 工作裡面蠻多地方我都這樣用 為什麼因為 以後呢 如果是一個範圍的話 你根本連鎖定也不用鎖 像剛剛 不用去管說要不要鎖定那個範圍 所以這一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好